多選第一題 下列合則的選項可作為 立腺體可能來自於 耗氧性異營原核生物的證據 好不雜喔 耗氧的 異營的 其實是細菌的原核生物 一一看喔 A選項 立腺體的DNA為現狀 為什麼不對 因為立腺的DNA是環狀 所以它本身就描述錯誤 好 我們來看一下別的喔 立腺體是雙層魔杖包器 勾它一下 因為它是被吞進來的 代表它是被吃進來的 所以 就有機會 對 但是除了一個東西 核 磨 核磨不是被吞進來的 核磨是細胞磨凹陷形成 它有另外的形成方式 但是至少立腺體 業餘體這兩個包器 為什麼雙層魔 代表它以前是被吞進來的 外磨是死泡磨 內磨是它原的細胞磨 所以它是一個證據可以支持 然後呢 自己選一下 我的電子存在 你也需要氧氣參與耶 所以代表我是耗氧性啊 所以也符合題目 這個系列是耗氧性的 立腺體具有核糖體 而且核糖體跟正確生物的核糖體 就支持了它來自於原核生物 好 就一一一一一來比對 好 最後一個 它自己沒有立腺體 對 因為它沒有磨狀胞氣 因為它是原核生物 原核生物沒有磨狀胞氣 所以它沒有立腺體 也沒有葉綠體 也沒有內磚 也沒有高氣屍體 它沒有磨狀胞素 沒有磨狀胞氣 因為立腺體 它本身就是細菌 可是我們細胞膜不算磨狀胞 我們細胞膜 我們細胞膜 我們細胞膜是單一層膜 只是那一層膜 是有兩層紫質分子合在一起的 就像一個掛包 其實是兩片麵包夾在一起 那兩片麵包合在一起 叫一個掛包 那叫一層膜為紫雙層 紫雙層構成一層膜 這是層次的問題 紫雙層是分子層次 膜是整個胞氣結構 就是膜結構 以上多選第一題 剛剛的瑞 tried